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烟窝的产量很难提供于市场的需求 导致越来越多的加工烟窝出现 现在市场上有太多种类的烟窝 而我们应该如何分辨一片好的烟窝呢 接下来就有我Bonnie 带你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所以我看到这边呢 就有三种类型的烟窝 ABCM 所以Bonnie我们看第一个A烟窝 这烟窝的形状 你看它是像并单这样扁扁 这它们的乎一样哦 对扁扁啊 通常你在外面市场上 看到一个包装给卖他们的乎一的价钱 银行榜的烟窝叫做冻烟 一般人家觉得冻烟啊 就觉得说银行价值特别的高 不过其实他讲 你要知道金氏烟他们做 在山洞里面的话 做沙的窝 当你采集下的话 冻烟会比一般 海烟啊 未来的肮脏很多 所以它们能够挑的部分太过少 基本上冻烟都无法挑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 这种烟窝他们的处理的方法 一般是套在大水中 给它放开 再加一点的啊 一些淡白去洗去洗或者之类的 有或没有的话 就是要经过很复杂的一些加工处 才给它这个动烟生产出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第二片 第二片的话呢 就是比较普通的烟窝 首先第一它的颜色是比较暗淡 没有那么多光泽 而且颜色紫白 另外呢会有一些缝隙 缝隙 看的啦 看得到你了 有缝隙看得到的 OK 所以呢 就品质好一些的烟窝 就像这块啦 这块的话 是属于海燕 又带有光泽 所以它颜色 会跟原本的森烟的颜色差不多 都会有橙色感的颜色 而且呢 不会有缝隙 另外呢 注意看哦 最重要是你买这种烟窝 重要是要吃到厌丝 就是给出生的 厌宝宝吃的厌丝 看到吗 有多多厌丝 对对对 叫我们进入第二招 第二招是什么 用鼻子来说 我现在这个是第一个 它会比较安当的 你问看有什么味道 有 有点臭臭的味道 像鱼腥味 鱼腥味 对 OK 我问大概十一的味道 热瘦的三点以上 有什么味道 有什么味道 OK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呢 这个跟含水比较有关系 OK 这两片 都是经过手飘后的 手飘后的厌窩 都要经过这个 风 风干的过程 OK 一般的处理方法 它们风干的话呢 风干后的厌窩 还差于十八仙的水分 所以这十八仙的水分 就造成它的味道一种 所以第三步了 我们就看它的泡发度 这是燕窩B OK 我放里面 这是燕窩C 你看看 收了三点以上的产品 我们就看它 泡了之后呢 会变多大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条一条裂痕 比较明显 OK 而且 中间它的比较薄 是燕窩已经发开了 会看到它很厚实 你可以感觉到 如果真的是煮成 它的口感非常好 而且呢 以大小来看 它的扩大的程度 会比这个大 大多一个 的确有耶 对 所以我们可以 准备一起烘调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烘调烟窩了 一般他们煮燕窩 都是用炖的方式 要用很多材料来煮 然后呢 要煮几个钟头 其实当我们 也用了好的材料 我们只要清蒸就行了 而且只要蒸30分钟 就可以吃到 带有原始 燕香味的燕窩了 现在我们已经煮好了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看吧 现在这里有两碗煎锅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 这碗会比较深 这碗会比较浅 而且这个分量会比较少 这个分量会比较多 你看到一条一条了 好 我现在试试给你们看看 这个燕窩呢 吃起来饱和度很好哦 而且可以咬得到它的弹性 很Q的 然后有很浓的那个 燕香味 来我试试看另外一个 这个 吃起来的味道 就有一点点 呃 像是有点药水 就有点腥味 它没有那种 它这个比较起来 没有那种 蛋白香的味道 它的味道就 一吃就吃得出了 而且它颜色也看起来很 死白 好啦 以上就是一些小技巧 教你如何分辨一片好的燕窩 马上学起来哦 就别再买到日本的燕窩了 我不会 是 感谢观看